特技飛行是你戰績的基本要求 你要想達到一個好的戰績能力的話 你必須要有特技的能力 所以說你特技能夠讓古人知道 我們中華民國工具有這麼好的能力來作戰 這個就是雷福小的經驗所在 他是個很認真的人 認真到你都會覺得他是一個傻子 他是一個很負責的人 負責到你會覺得他是一個呆瓜 有時候進度落後 假日需要加杯 貝源他只要請他來幫忙 他都是一定會過來幫忙 謝祥實在他是蠻鬧鬧的一個人 為什麼 因為他常常就是會對著你一直講很多東西 貝源我第一次見你是在製航的時候 那時候你是我擔任訓練官所接訓的第一班 他講很多東西不是斥責 他是慢慢的教導你很多 不知道說飛行 飛行的一些東西 然後 在那個時候我看到你的飛行狀況 還有你學習的態度 我就知道你將來會是個好教官 我很感謝他的付出 不管是在學生在類伍這一塊 他最後的決定我覺得是對的 我永遠支持你 教官你在當下做出的這個決定 我真的是非常的敬佩及敬仰 在這些日子就像照顧我們 就像照顧弟妹一樣 能夠給我們細心的呵護 教官謝謝 如此短暫的時間做出這樣重大的決定 這是非常需要非常大的勇氣的 這份大愛這種精神 我們都會把它學習起來 然後傳承下去把它發揚光大 有一個老農夫他來向您上香 他說他們三兄弟都在田裡面工作 看著飛機對著他們衝過來 他們下個半死動都不敢動 突然飛機抽起來了 然後飛機就這樣子掉下去 教探師擱救他們一家三兄弟的生命 莊培員的選擇更能啟發我們年輕人的 保家衛國的這種犧牲精神 行蹤的英雄永遠的典範 新的教官以你為榮 新的教官以你為榮 在那麼低的高度 你可能反應時間不到兩三秒 你必須做出正確的選擇 …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